你们知道2023年上半年在昆山、重庆、无锡、郑州等地 很多大厂纷纷撤离或者即将撤离 各类自媒体等资讯数不胜数 但是大媒体或者主流媒体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专题的报道 反过来有一些招商引资的非官方媒体在宣扬 即将有620家台湾企业准备签到大陆来发展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我们要相信自己看到的一些景象 至少在长三角地区 我们看到的是大家都在找工作到处碰壁 台湾企业特别是举足轻重的企业 都有传闻要撤离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发酵的六合集团 说他们正在准备撤离昆山 这次舆论风波当中的六合集团 和台湾首富郭台铭的富士康一样 都属于加工制造行业 自2000年以来 六合集团已经在大陆开办了至少28家企业 昆山的六合青合金有限公司 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企业之一 昆山六合集团每年为整个昆山 贡献15亿的GDP价值 除此之外 还为昆山提供了将近10万的就业岗位 有消息说他们准备撤离 但是被定为谣言了 人家出来说这是空穴来风 没有的事 他们不会离开昆山 也不会离开中国大陆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我们也无法去证实 个人感觉越来越多的台资 有消息撤离大陆 不管是真是假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针对台资撤离 还有网友评论道 呵呵 我们有各大直播平台 人人都可以是主播 人人都可以创业 现在新经济非常多 国产代工厂商也开始发力 不怕他们了 随着产业升级 生活水平能提升 这种劳动密集型 外资型的企业撤离 是资本必然选择 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 坚定不移的 搞技术研发 踏踏实实的打造高品质的制造业 扶持比亚迪 长虹 中芯国际 这类大陆代工厂商 才是我们的目标 这就是他们的认知 哪里来钱快 就会聚集到哪里 目前在大陆 赚钱最快的行业 可以说是直播行业了 特别是一些漂亮的女生 全都到了这里 另外网友们 对像昆山郑州这样的城市 对台子企业的认知 还是有问题的 很多人也不去查一下资料 也不去了解一下 认为人家仅仅是搞代工的 台子企业在大陆 除了一些制造业代工 其实还有很多门类 有兴趣的话 您可以去查一下 而认为代工的多数 都归到了苹果的订单身上 如果没有苹果订单 台资直接死 小周想说 劳动秘积型的企业怎么了 我们连劳动秘积型都搞不定 何来技术发展 何来研发 何来高端制造业呢 所谓的高端 很多都变成了 忽悠钱的偏补贴的 还有网友说 郭台铭都说了 在大陆建厂 是赏大陆一口饭吃 富士康一年交的税 都占郑州GDP的1% 就不要说提供全国百万就业了 华为只是美国制裁清单里面 众多企业之一 不是最有技术的 因为这个名单里面 还有航天和军工的 但绝对是最能营销 最能卖产的那一个 何况 华为手机靠骁龙活得很好 它没被制裁的时候 手机就很贵 被制裁之后 卖的就更贵了 现在营商环境不好 不管是外企还是民营企业家 稍微正值一点的老板 不站队就要被收拾 这样下去 谁能得意呢 印度正式在下 我们的企业不争气 浮起的价格 而不是品质和技术 跟着苹果混 不是长久之计 苹果在中国的市场 会像三星一样 慢慢消失的 有一些人的认知 随着外资企业的生存现状 而发生改变 但是也有很多人 仍然停留在以前 这是非常让人担忧的 现在很多网友 键盘尚可以 嘴上很厉害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考虑过 失业人员的感受 也许嘴上赢了 但实际上是赚不到钱了 工作也可能就没了 如果继续打嘴仗赢麻了 我不怕他们走 我也不怕他们坏 结果想一想就知道了 以前谷歌被赶走了 百度大了 然后变成了广告公司 腾讯阿里也都大了 也开始走上垄断的老路 到处冲会员 就说春晚央视赌博 变成了啥 还有多少人看 还有一些其他行业 不允许其他人插手 打着民族的口号骗钱而已 我们都知道 中国人骗中国人 是最狠也是最厉害的 所以小周还是希望大家 多思考一下怎么回事吧 我们应该善待下外资 嘴下留情 本身咱们的人口又下降 如果外资为了寻找 劳动力更低的地方 而放弃我们 结果会非常让人失望 特别是一线的工人 您认为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睏了 不然 不然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